中文字幕 杨提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久不见大家了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老师 老师是惦记着你们 本来今天我们的活动是下午的 我跟云林说不行 改到晚上去 这个看这个下午 没有时间的人 在晚上还能来 这个很高兴 大家来我们一起来探讨 所以今天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就是我们在家局势怎么一生成佛 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 只有出了家 对吧 穿了袈裟 然后一辈子专修 那么我们才能成佛 我们在家局势就没有资格成佛 我一辈子寻寻觅觅 找了五十多个老师 当然我也是在找老师的时候 很会刁难老师 就是经常考老师 我鼓励你们要有智慧 你们是可以学任何东西 但是一定要有智慧 这个人值不值得作为你的老师 你可以去考他一下 如果有一些人的话 这个说的话跟佛经相违背 那么跟他所说的这个言语相违背 行为上言行举止上 那这种人 那这种人实际上他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人 他不是真正教你成佛的 那无论是他穿袈裟还是穿西装 那么还是穿普通的别的衣服 那么他如果是说违背了佛经所说 违背了佛陀在世所教 那他只能是说这个复佛外道 甚至是邪魔外道 那这个不是我说 佛在经上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到了末法时期 那么魔王波逊的子孙 要穿佛的袈裟 那么受佛弟子的供养 那么这是经中早都告诉我们的 也就是说我们见的穿袈裟的人 我们要恭敬那个袈裟 这是必须的 因为那是佛医 那是佛法僧 僧衣的这个代表 我们必须恭敬这个医 这个医表法 表佛法注释 但是那个穿僧衣的人 是否我们值得我们敬仰 那你一定要去考核 考试他 我说这个就感触很深 因为有一年 咱们在亚农一个这个藏民道场 那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大活佛 这个朋友呢 很好心 邀请我说 张老师 这个活佛很难得一见 我刚好呢 跟他的这个身边的人认识 介绍你亲近一下 我说好好好 那个这个就特别的就去亲近他 亲近他 到了他坐前以后 我就给他行三跪九寇礼 行完了以后我就跪请 我说师父 这个能不能教我点东西 我要求法 他说你求法干什么 我说我这个想 自己修正成佛 也想带领着所有的局势们 能够将来给他们引领一个方向 能够一生成佛 结果他看看我笑笑说 你们在家人呢 这辈子就没希望了 所以你们这个就好好的供养 我们这些出家众 供养之师一 然后呢 下一辈子你们出家 就有可能修成佛 我这一听 我说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又顶礼 然后就慢慢退出来了 退出来 因为他们那个 介绍我的人知道 我那个时候 已经小有名气的一个师父了 他就问说 这个上师怎么样 我说上师说 在家局势不能成佛 你说这个上师怎么样 他说 因为你们这些佛教徒 很可爱 他也不懂啊 他说 是啊 在家局势怎么可以成佛 我说阿弥陀佛 又一个笨蛋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实际上 那个时候 并没有像现在 二的狠 就是我们佛门中 也是二的狠 在家一拨人 出家一拨人 出家的只能供养 在家的 在家的有机会去成佛 都变成了 你们根深蒂固的 一些观念了 所以这个就是 很可怕的一个 邪知邪见 佛是门中 人人平等 连龙女 龙女是什么 龙祖的一个 龙王的女儿 他是不是人身啊 那佛法 佛陀说 人身难得 金一得 那你因为人身 那么是成佛的 很好的模具 因为你可以 修炼自己的 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行好 用这个做模具 然后 把金子填到里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 变成金佛 那你就可以成佛了 那大家看到的佛 都是人的样子 对不对 但是龙女 也可以成佛 龙女 他还把自己的 这个宝珠 这个龙珠 龙珠一现 命就没了 就像你们 把你们的灵 灵魂的灵 现出来以后 你的命就没了 你的灵出体了 你就死了 肉身就死了 那就是大舍 就是我把我自己 尊贵的生命舍了 所以龙女献诸 然后 她把自己的 生命的灵 那个部分 献给佛陀以后 结果当场 是实现什么 成佛 连一个龙祖的 一个龙 都可以实现成佛 何况是 我们堂堂的 这个无耻之身的人身呢 怎么可以 哪一个经典 告诉说 只有出家众 才可以成佛的 你们翻经典 给我看一下 说是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众 那 他的信众可多了去了 很多的 我们在家局势 都去跪拜 奉献 他每次来 笑呵呵的 一卷包袱皮 把东西带走了 经营财宝带走了 就完事了 传了什么法 传不了什么法 说大家一定要 正知见 正知正见 八正道 那我们这个 讲这个主题 实际上这一致到 满意上师要来的 八月份的 整个八月 我们都在 全世界范围内 宣讲这个主题 就是在家局势 怎样 一生成佛 不是让你们来上一个课 听了这个 又来上什么课 很多人以为是 课程宣传 所以今天不来了 所以我也给大家纠正了 不是这个什么 课程宣传 而是很重要的 正你的心念 正你的 知见 这样的一个 一次 这个演讲会 所以大家要 懂得珍惜 懂得珍惜 那么我们在家局势 有没有资格 今生成佛呢 有没有 听老师说了 信心还是没有 老师你说你的 我还是凡夫 应该没什么机会 你们有没有 有 还不够想量 你们要不要成佛 要 这也差不多 这个成佛这件事 是不能商量的事 不是说可成可不成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很现实的事 你们可以成为人 你们信不信 还有一众人 在那不相信 你可以成为人 你信不信 还有人不信 你的嘴怎么那么难开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可以成为人 你信不信 为什么 这就对了 我本身就是人 我跟张老师说 我这辈子可以成为人 我本来是人 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人呢 我当然我就信了 那我问你 为什么说 你这辈子可以成佛 你不相信啊 这个是凡夫之见 释迦牟尼 是不是这样教的 释迦牟尼怎么教的 原话是怎么说的 谁要说 举个手 来 我看有没有好学生 你们里面很多混子 是老学生的 有没有好学生 释迦牟尼在经上 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 原来众生皆有佛性 因为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 而迷失了自己的佛性 所以是什么 不能成佛 不能证得自己是佛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到成佛 或者是证了 证果进去以后 说无所得 已无所得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个例子很好 就是 你原本有十万块钱 你在家里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丢了 这十万块钱丢了 过两天 你突然想想 我压在那个箱子底下 然后我就把它翻出来了 那你这十万块钱 是心得的 还是原本有的 你原本有十万 你又拿到了这十万 你又得了十万 还是原本的十万 哎呀 对啦 你要有智慧嘛 所以说 那你又没有心所得 那你要上两个所得税了 这里没有税油局的官员 那你十万 你已经上了所得税了 你现在 今天又把十万找出来 又去上一遍所得税 有吗 没有 那你就是这惨了 每次拿那十万 都要上一次所得税 再拿十万 找出来 又要上所得税 那还得了 是不是 一无所得过 这么意思就是 你原本是佛 当你正得自己是佛的时候 根本就没得到 我是佛 不是得到 是原本 你是佛 迷登了 原本有十万块钱 迷登了 找不着了 现在呢 原本你是佛 你找不着自己是佛了 以为自己是凡夫 有一天你突然找到了 哎呦 我原来就是佛 哎呀 我终于正得佛了 这错了 一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般若 普罗密多故 心无怪 无怪故 无由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是真正正果的人 他后来他发现 什么啊 原来就是找回来了而已 根本就没多赚了 十万块钱 原来我本身是佛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新成立一个佛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原本是佛 谁说你这辈子 因为你是局势身 因为你是畜生身 因为什么身 而不能正德 这就是在 邪师说法 所以这样一来论的话 那么这个 很有名的大佛佛也好 大仁波切也好 他所说的就不是佛法 他没有从 释迦牟尼本师的教法 那个地方 说 众生皆有佛心 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你如果把妄想执着 不执着了 把妄想不执着了 我们有没有妄想 不可能没有啊 我这个 明天我想种多多 种他一百万 分张老师五十万 给他掌声啊 这个一定想着老师 你这个 挣一百万 你这个五十万 全给道场 不是给老师个人 那这个妄想 妄想明天去买彩片 种不种 不执着 不要说执着 哎呀这个张补生 大骗子 你看我都说了 给他五十万 他还不让我种 原来他不是个 神通广大的一个老师 他不能保佑我 种彩片 而执着了 你这一执着就 繁复了 你妄想去种彩片 买了 种了 针分不种 忘了 改天兜里 还有个三块五块的 再去试一下 再去穿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就妄想不执着 这个当时我的师父 熊春景教授 我在他身边修学的时候 这个 我说师父 这个 这个要我 无挂无碍 那这个好像做不到 我说我有老婆 有孩子 有父母 有兄弟姐妹 还有我关心的人 你说我都从来不想他 那我不就是个石头 这个 这个 无挂 无挂就是 挂钩啊 你不要跟他牵连 牵连就挂 爱是障碍 说无挂无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对吧 那这个 无挂无碍 做不到 你们能做到不 有些人还愣在那 你真是佛菩萨 你能做到 你已经是佛菩萨了 你要上这 讲台上来教学了 做不到 师父给口诀啊 所以为什么要不停地 给老师提问题 因为他是大智慧者 做教夫子 他可以给我们指点 他说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做不到无挂无碍 但是你可以做到 有挂无碍 这个好不好做到 我想明天挣一百万 结果没挣到 我有挂 但是不障碍 继续干干 那么继续努力 终于有一天 我可能赚到这一百万 这个叫有挂 无碍 有挂无碍 我想到我爹 我想到我妈 但是我回不去 那么有挂 无碍 不是说明天 这想着受不了 回老家去看父母了 工作也不做了 领导给你安排的事 你这一离港 最后完了 这个事坏了 那你这个叫什么 这个有挂 有爱了 一下子张住了 所以大家要求证吧 这个我们今天出来 讲经说法的局势 或者瑜伽式很少 局势像局势说法 如果他真有一些正量 出来讲法特别相应 为什么 大家都是同一个站好里的 你们都是局势神 这个老师也是局势神 老师怎么样在局势身中 他一步步的摸爬滚打的滚出去了 我跟他怎么学 将来有一天 我也可以成就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 那出家人要修什么 四大皆空 财色明识水 四大皆空 这个 这个你包括今天的小圣不拜佛教 他这个脱脖的时候不能要钱 他不沾这个财 他不沾物质享受 还是三一一脖 到今天还是三一一脖 他不沾物质的享受 财色 明 他有什么明啊 他都出家了 都穿一样的衣服 你也认不出 差不多都长得一样 没什么明气 时呢 就是过午不时 一天只吃一顿饭 不是为了吃而活的 睡呢 他们这个 有一些还兼着树下一宿 修不导弹 不是像我们放倒了 睡迷糊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出家要这样修 我们在家能不能这样修 你在家这样修就完蛋了 你每天到月底账单来的时候 你财一分钱没有 你是不是要完蛋了 你没有房子 你没有钱财去买交通票 你从你家里听老师来讲课 你要走着来 走上个七八个小时 等到你走到了 我们课也瞎了 这个没有物质 对于我们这个在家中 没有钱对于在家中 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财色 名要不要 我们不能玩虚名 现在都搞网红 对吧 这个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 我就讲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点击率高 最后我成了网红 网红有什么好处 别人找我打广告 我给你赚钱 这是虚名 但是古人是说 大德必得其名 什么意思 你真正是具德之人 你的名气一定远扬 你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很大的号召力 是说我们做君子的 要求名 求千秋不坏之名 谁 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他的名 到今天都不坏 但是跟他一起的国王 你们记得谁了 他那个时候 如果不是成为佛陀了 他是没有修炼 去做国王了 那你今天还记得他吗 名就坏了 一世英明有 做国王 老百姓记得他 过了一段时间 英明就没有了 说是要求 求千秋不坏之名 释迦牟尼 这个耶稣基督 老子 这些圣贤 这些圣人 他们的名到今天 几千年了 还在被人传颂着 我们修道人 要求这个永恒的 千秋不坏之名 这就是正果 成道 成佛 你只有成佛了 你利益了广大众生 这个时候 你的名 千秋不坏 你做一个 很富有的商人 很著名的政治家 过一段时间 都会毁坏 你的名都会毁坏 吃 我们要不要吃 我们要不要也是 日中一时 你能做到 当然我随其赞叹 但是我们做 脑力工作者的 你的大脑的营养 几乎都要靠 后天营养的射受 早晨起来 不吃 饿的话 除非你壁谷 壁谷就是连中餐 也不吃了 你达不到壁谷 你怎么办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 三餐一定要饱足 晚餐也是要吃饱 吃饱了 因为你们还要 到十点 十一点才睡觉 那这中间 你在不停地工作 学习 那么交流 那你需要这个营养 那出家中不一样 出家中天黑 那么必须是 做完早晚课了 你就必须要安寝了 大概到九点 到寺庙里 你必须就是 不能出生了 大家都开始睡觉了 为什么 早晨三点多 他就起床 四点多就上堂 做早课了人家 我们三四点 在干什么 刚刚睡觉 睡着觉 手机还在那充电 等着第二天早晨起来 再看手机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世间 不是这样修法的 所以是我们要睡 要睡饱足 你不能说晚上十点睡觉 十一点睡觉 我们基本上 新加坡的规矩是 十二点睡觉 正常 那早晨三点起来 做早课 那你这一做早课 第二天 整天怎么样 昏昏沉沉 这是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严重影响 严重影响你这个大脑的智商 你的智力不足 那久而久之 睡眠严重不足 导致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 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所以财色 明识水 在局势这个修法中 特别的要重视 要重视 要知足常乐 中国的这个足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阴阳的 什么阴阳的 就是中国讲足的时候 它就有足和不足 两个概念 同步在里面 什么叫知足常乐 就是知足 你就会快乐 但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足的那个点 你一个月 家里需要五千块 这就是那个点 那你一个月 每个月挣不回五千块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不足了 不足了 你会不会快乐 你如果是家里 每个月需要五千块 你赚不来五千块 你还乐呵呵呢 你这人是个大傻子 你是个欠债大王 你是个赖账大王 你欠人家的 你这个水电局的钱 你不交 什么借朋友的钱 你不还 你这个还在整天乐呵呵的 腰腰腰的 钱财是身外物 那你智商不够 有点傻了 有点不正常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出家重 和我们在家局势的修炼 完全是两回事 一定要重视 这个我们在家局势 应当怎么修炼 才能 今生成佛 那么第一 我们世间法 一定要做得圆满 世间法做不圆满 连个人 都不是 每个月 需要五千块钱 应付各种费用 你赚不到五千块钱 你就只能到处欠债 欠债大王 欠债还不了 就变成赖皮大王了 就是赖账大王了 那你的生命 你的这个社会声誉 已经是败坏了 那你这种人出去 到处讲学 到处领众 大家不要跟你了 为什么 生命狼藉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个太阳 为什么会被人喜欢 因为它可以放光 它可以给 大地的众生以温暖 并且无私的风险 所以我们在财色明事税 这虽然是地域五条根 但是在人道上 我们不能过分地追求 但是你也不能不急 不急就是说不够 这是我们在家局势 必须调整的这个心态 大家听寺院里的师傅 或者上师们讲法太多了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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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重要 你真正饱足了 是不重要 知足常乐 够用了 拿更多的时间去修法 不要浪费在这个吃喝拉撒上面 不要跟人家一样 去追求时速的过高享受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你要吃不足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 这个佛教团体中看到的是 很多人是穷的 这个孩子上学 还要政府接济 每个月的生活费 还要靠这些周围的局势帮他 为什么 自己懒惰 懒惰的原因 借口很简单 就是什么 不重要 现在也不正呀 我刚来你们新加坡的时候 是一个念佛的局势 这个大家对他特别赞叹 所有的这个法会也好 什么都是这个义工 然后这个哪都有他的身影 停经每一堂课必须到 好 那么大家都觉得他很精进 后来呢 这个一个特殊的原因 有个朋友说 他家里孩子上学 钱也不够 身体也糟糕了 也病了 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急进我去看看他 我说好 我去帮他看看 我去他家里跟他一聊天 我说那你为什么 不去努力的工作呢 他说 为什么要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啊 这个生病好啊 生病早些死 早一天死 我就早去极乐世界了 这种观点 哎天 我的妈 这是哪个经常说的 说你生病了以后 不用治病 然后早些死 死了你就去极乐世界 我阿弥陀佛就来接你的 你不知道生病死 是八难横死 八难横死 这是极恶之事 哪有是寿终正寝的死法 那我说说你这个经济条件 为什么 夫妻两个都一样的 都是不在乎这个经济 家里三个小孩 孩子穿得迫气到挂的 家里这个一贫入习的 有点钱就送去道场了 有点钱就送去道场了 我说那你这个 为什么这个不去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钱财是身外之物 要他干什么 我说那你不要 孩子也得要 还有你要孝顺 你还有父母还得要 那不是你 你要不要的问题 我后来我才了解了 他在干活的时候 在念佛 人家是干活的时候 这个刷刷刷刷 要效率 对不对 说是你一个月 做了一千件 老板最后发了三千块 他一个月连五百件都做不到 对不对 你一千块 一件给你三块钱 手工费 然后你这这五百的 你连一千块都赚不到 这个为什么 念佛 念着念着就无我了 然后在那昏睡 然后这个没有工作效率 说老板 一个老板用它 就等一会儿 说你回家念佛吧 你不要在这做工了 误会 佛陶告诉我们 出世间法的圆满 基础在世间法的圆满 也就是我们修学 在佛法宗教 戒定慧 三根本学 也就是你必须 这个戒 戒是什么 过分的东西 过分的东西 你要戒 不足的 你要提升它 说是你 你知识足不足 知识不足 知识不足 你提升它 说这个就是 要往上提升 你要是所知太多了 形成了所知章 不要再学习了 念佛就好 然后去禅修就好 修密就好 持住就好 你不要再去学了 因为你已经是佛游子了 我们遇到很多佛教徒 是佛游子了 说起经典一套一套的 做事完全就完蛋了 这叫佛游子 你这个叫所知章 知识 知道的太多了 已经形成障碍了 戒不能学了 你不要再去看经了 你不要再去听经了 你要持识实修 你不能以这个能多知为能事 这就完蛋了 所知章了 戒是什么 戒是过分了的 在这个 我们很多事情过分了 你要抑制它 形成了戒律 但是根本五戒 杀到银网酒 这是我们的重罪 你不能去犯 但是在其他的 整个菩萨戒里面的 各种各样戒 都是戒你的过分的欲望 欲望的过分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叫戒律奉行 戒律奉行的目的 是让你回归心灵的宁静 获得那份定力 这是戒的目的是为了定 不是为了 只是为了戒 这是为了得到定 得到定的目的是干什么 开智慧 开智慧 我们最近在做一系列的活动 大家都看到了 世界文明成果的国际巡礼 我们为什么多试呢 就是整个人类文明 现在向悬崖 断崖 那个地方在发展 就是人类追求 极大的物质的享受 财富的拥有 那往事的你原本是佛 这样一个终极目的 所以这个叫过分了 过分的追求财富 过分的掠夺地球的资源 你看我们现在的资源 多大的浪费啊 随便去你们家搜了搜了 我想弄出几框 不用的东西都有的是 什么电线啊 什么什么那个连接线啊 什么的 你看都极大的浪费 为什么你买一个新的 里面全部配套的 都带了 不需要旧的就扔了 这不是浪费吗 买一个打印机 然后那坏了 坏了修一百块 买一个新的一百二 那你好算了不修了 整个丢了 换了个新的 那实际上只是里面 一个小芯片坏了 坏那个芯片的话 浪费地球多少资源 你把整个机子丢了 拿去报废了 这又浪费了地球的多少资源 所以我们今天人类是 极大的浪费地球的生命 浪费地球的资源 是到了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纠正 这个文明发展方向 你不能以这个资本的发展 以物质的 极大的浪费的前提下 来繁荣经济 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 整个世界在转轨 经济马上要急剧下滑 以经济为导向的 这个社会发展方向 必然要扭转 所以我们开一次世界文明 成果国际巡礼 让大家来沉淀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文明 什么是真正的人所需 人所追求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在做 这次大会 那么从开始筹划我们到今天 有一些工作人在身边 就看老师 老师 很多事情就 一眨不眼就定下来了 然后一转念就定下来了 那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我说不是整天跟你们说 界定会吗 你真正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心定 你睁着眼睛 你看任何东西 你不被任何东西所迷的 那么你心定 心静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事情的实相 就是宇宙 身体外它有个实相 身体内它有个实相 所以你看到身体外的实相是什么呢 我们在家局势要重视 释迦牟尼所说的元起法 而不是只重视这个涅槃法 涅槃法是什么究竟 元起法是我们在世间 建功立业 功德圆满的窍诀 这个元起法是什么元起呢 就是说万法是什么 因缘生还从什么 因缘灭 所以我们策划 我是拿这个再举例子 引导大家 你拿这个世界文明国际巡礼 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 这个活动已经有还是没有的 以前有还是没有的 没有 这叫无中什么 生出一件事了 生出一件事了 这叫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这个事能不能办成 能 这是你的谢谢 感谢 但是不是这么简单 这一个国际大会 要来自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将近五百到一千人来参加 那么吃喝拉撒 这个会议会场安排 酒店住宿 车辆接待 这一大堆的事情 这每一个大事情 化成小事情 都是什么 缘 缘 缘分 缘分要聚组 你要把每一个点 每一个缘 都把它结好 叫结缘 结善缘 就是每一个缘 都要成熟它 宾馆要有地方 会议室要有地方 车要有地方 我们还要有人去操作 所以这个叫什么 结善缘 结善缘 所以我们要聚组诸善缘 一件事情 才能有善的结果 这就是释迦牟尼 教给我们的 缘期法的窍诀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从无中 无是空性的 虚空的 就是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后我们现在要凭空 把它规划出一个东西来 那么这个叫 无中生有 有了有以后 我们要聚组诸缘 因为万法 这个事情要成功 它要从缘里面成功 各种缘都不聚组 它没有办法去成功 所以你要去安排 每一个环节的缘 叫聚组诸缘 所以最近老师特别忙 很少见到你们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做这些事情 老师在什么情况下去做 是很多人说 老师根本不够时间 你策划一个 我们本来是个大圆满法会 最后被你策划成一个世界规模的 我们剩两个月的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 对凡夫不可能 对一个 这个能够拿钱 藏在锭中的人 就是一件小菜一碟的事情 为什么 少螺丝钉去买螺丝钉 对不对 少铁钉就去买铁钉 你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说没钱 没钱去找钱 总是你发现你什么东西不足的时候 你赶紧去聚组它 是诸缘成熟 所以我们都是在家局势 你的所有的事情怎么才成功的 不是凭空梦想 而是万法 因缘才生 所以你要把 这个所生的诸缘都具足 都完善了 然后这个事情才成功 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苹果 苹果从一粒种子 长到一棵苹果树 最后成熟了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圆 因只是一个种子 要发芽 要开花 要结果 这个是因的东西 但是圆里面 它要有好的土地 要有水焦条件 要有阳光照射 那么还要给它肥料 还要护持着 不被那些病虫所害 最后还要 不要被这个雷雪所伤 然后最后开花结果 到结果的时候 还怕虫害 你看很多的这个 要去护员 住员 那么你去聚足它 然后就成就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释迦牟尼给出的 窍诀 但是普遍大众 重视的后面半句 没有重视前面的半句 也就是万法因缘声 后面你都重视了 还从因缘面 然后说 比进空 比进无 不追求 不干活 不去做 你错了 释迦牟尼以前讲经的时候 他没有斗号 全是句号 什么意思 万法因缘声 句号 告诉你 你要活在人世间 你要具足 诸大善缘 所以说我们要具足 诸缘 跟什么人在一起 我们要和诸大善人 常聚会 常聚在一起 说与诸大善人 聚在一起 你会聚什么缘 善缘 与诸大恶人 聚会一处 你会聚什么缘 恶缘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大会 我们就是要把世界各国这种经营 对世界文明关心的人 无论他是有钱没钱 那么诸大善人聚会一处 然后来使这个世界文明新发展的这个缘熟了 结成世界文明新篇章的果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无中生有的智慧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几个人在策划 老师一个人 然后累不累 不累 为什么 拿钱常在定中 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工作的太久了 一天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太累了 然后头脑会发热 这个时候有点快定不住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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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了 大睡觉了事还没办 缘还没足啊 怎么办 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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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心咒 心咒在哪吃 所以是心咒在自己的心间吃 不是在你的大脑吃 所以吃心咒会放光 会使你已经发热的大脑 会使你已经发热的大脑变得清凉地 变成清凉地菩萨 摩赫萨 然后你刷 你大脑就清醒了 因为我们在人间 你要做事 你必须用大脑 不用大脑 连个人都不试 所以你用大脑 大脑也是个机器 它会发热 所以你热了以后 你要用心咒 放光 心咒在心间吃 不是在嘴上吃 不是在脑袋里吃 是在自己的心中 这个黄庭里面的 那个一点去吃心咒 那吃这个心咒有什么好处 你因为你把自己的专注力 在自己的心间 又进去乌云蓝天的时候 瞬间 大概就几分钟时间 大脑就清醒了 这个大脑一清醒 哗 idea又来了 然后马上就电话打起来 坐这坐那 怎么坐 有时候你们看我最近 半夜十二点 一点都在发东西 那就是那个时候成熟 成熟就供不出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家局势 为什么要修 各种心咒 为什么要修法的原因 修法不是为了 今后成佛 修心咒也好 修各种各样的法也好 不是为了 你将来有一天去成佛 你成佛是果地 你现在在阴地 阴地是什么 阴地一定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什么 都把它做好 这叫阴地果还生 你不能说等着我 这个使劲修 修心咒 修什么咒 我修着修着 我在咒里面 我成佛了 不是 是在你这个心烦恼的时候 当心咒里起的时候 你会还令清净 还令清凉 然后你的智慧踊跃 转八十 成四智 在没有我的前提下 没有自己的阴的前提下 纯阳 然后纯是无云蓝天 纯是世事真相 你见到的是未来的影像 无非都是一些投影 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 在未来两个月后 它会有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是什么 你会看那个结局 看那个结局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结局里面 我看到了某些人要出席 我看到那个场景里面 要布置什么样的灯 我看见了什么什么 那个画当时布展的时候 是怎么展览的 那你就要去提前安排 提前安排 所以这是什么 这不是什么神通力 这是心理的一个 对未来的一个折射 就未来 你在做这个起心动念 法界动了以后 未来 在未来两个月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会大概有多少人参加 那么整个每一个细节都是什么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修法不是为了未来成佛 修法 修炼 是 使自己的心地 随时地保持定 只有定 只有定的时候 你才哪些常在定中的时候 你所见的都是实相 见到了身外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过去的已经发生了 过去心不可得不去管 抓住当下 怎么不去未来 这是万法因缘生的巧诀 也就是我们在家举事 一定要什么 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不是一个失败者 善使且善成 记住 要么不开始 要开始 一定要成 我们当年在 这个 那是好几年前了 刚开始我们的人数还并不多 那个时候可能全部的 学员的总量 还不到一百人 那么突然有一天 我把这个管理层都召集来 我说来 我忘了 应该是一个六月份布局 七月份开 还是八月份开 忘了那个时间 我说一个月后 我们要开一个千人的大会 这个中华玄学大观 千人大会 这些人一听 老师 你有没有头脑发热 是不是今天烧烤热了 一个月后 办一次千人的大会 一枚场地 二枚资金 三枚开始宣传 什么这种 后来一众人全部反对 说是不是这个不可以 通常这种大会 你千人大会 你没有一年到最少一年 要正常两年的策划 然后才准备开会 哪以你这么头脑发热 就开会的 那个时候 包括我最铁的粉丝 苏老师都反对 那时他是我的铁根粉丝 他是做什么都知 那次也反对了 最后开不下会了 因为大家不支持我 也不呼应了 你说啥吧 我们就是不做 做不了 怎么做 一个月后开大会 最后我做苏老师的工作 老师有时也得什么 低头 这个第三下气的求人 我现在要做同一个人的工作 我把他教导办个事 我说苏老师 你为什么不支持我做这个事 他说师父 你真的不可能 他们说的有道理 一个月后你搞 你现在你才布局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个事 他说那倒是没人来听 怎么办 我说没人来听 很简单 这个你搬个板凳 在前面坐 一千人的会场 你坐 我在这儿讲 你来不来 他说师父 那我来 我来 我来 我说行 我已经有一个观众了 你去安排 我说有一个就行了 有一个我的一千人 我目标一千人 来不了 也不是我能够非得绑架 人家来的 我说这个事不是我要做 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要为中华文明证明 证明我们不是迷信的 我们不是搞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他是大雅之堂的学位 我说必须要做 他说你真要做 我说真要做 他说钱呢 我说账上有多少 那个时候 我们总共才 投资商 我们的股东 才投了两万新币 整个公司才投了两万新币 每个月都轻狂不接的 但是账上只有几千块钱 我说这个不行 这个大概这一次大会 至少要花十万新币 他说那你 开玩笑 我们从来还没有过那么多钱 然后又要场地 场地就是五万多块钱 五六万块钱 我说你不管 是上面师傅要做 我们就做 但是你把缘具足了 就是马上做宣传 做广告 果真我们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一场签证的报告会 就完成了 就是你们看到的 现在的场景 就是那个大场景 那是我们自己的场景 那是真正的签证的大会 就从筹划 决定开始做 一个月时间 那么这次的世界文明 国际巡礼的大会 从开始决定办这个大会 到八月份不超过三个月 就是大概我们现在算还有两个 那么只是前不久 我们才定下来的事情 但是朱元已经去组了 目前中国这边来的人数呢 今天就是已经报到四百多人了 今天为止已经报到四百多人了 因为这个我们的大圆满的师兄弟特别给力 他们就报到一百多人 三百多人 然后剩余的画家 这个专家 学者很多已经答应来了 加上他们现在有四百多人 再加上你们 我们就有五百人 五百人了 再把吉隆坡的粉丝 拉一百人 我们就有六百人了 掌声好不好 所以是没有难事的 你要去剧组出演 这不是老师在吹牛 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要做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本事 你如果觉得你张不生很牛 你能干这个事 你绝对要在大跟头的 这我们不是 我们只是前台演戏的 后面有个导演 导演是谁 诸佛菩萨 上面的圣者急了 人类这个马上要转轨了 在二零二四年 整个人类的灵魂苏醒 这是必然要到来的 因为要进入离运了 二零二四年 整个天地运程 要进去离挂运了 进去离挂运是什么 就是这就是爱心 爱心的 跟爱心相关的 所有的事业要发达了 离啊 离是心 心里面最精华的就是爱 就是慈悲 是这种事业 必然要活了 那么这个就是 把心里的那一点 这个纯阴 释放的最好的二十年 这把心里的一点阴 一换 换成一道羊羊 就变成牵挂 纯阳体了 所以这次的文明大会 它是文明已直 这个 这个 化成天下 这是我们用的是 易经的挂里面的挂药词 不二文明 一体共融 这也是我们的口号 大家知道 不二是什么 不二就是 我和法界是一体的 我和众生是一体的 我今天在这个 这个相关场合 学到了一句英文 我一说 把我那些人看得一愣一愣 说得不标准 I am everything 没有掌声吧 everything 我是所有的东西 I am everybody 我是所有的人 众生一体 然后这个时代 要觉醒了 要来临了 那你们还在睡他觉 还在追求钱啊 名啊 利啊 还在过去的轨道里 为什么老师可以大手一挥 一个千人大会完成了 老师用这个事实在告诉你 世间法这么玩 没规矩 打破自己的格局 打破你们既定的方案 我这辈子是个高级职员 我就要走一个高级职员的路子 No 打破它 把自己变成虚空 变成虚空葬 变成虚空葬的时候 什么不在你的心里面 无非是信守年来的一件事而已 释迦牟尼说 整个的宇宙 在诸圣者的这个面前 只是一个阿门老狗 什么意思 只是一个苹果 那么大小的一个东西 整个宇宙啊 还不是地球 地球更小了 所以是圣者观宇宙 因为它是虚空 它是虚空葬 它是虚空葬的心量 所以它看什么事情 都是EZ的 不是你们的Difficult 来 掌声一下 老师再练英语啊 给老师点信心 不然你们老师听不懂 老师抢冲啊 对不对 但这个EZ 真的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看老师这疯子一样 走哪立马下定 立马买 最后每一样都还买成了 你说无中生有的高手 没有钱的 他说你还有钱 我说你看看 我都是你没钱的 账上没钱的 但是要买要买 大家的钱就来了 哎 这个事情就办了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告诉 万法因缘生 这是你们在世间 要掌握的局势 成就的一个窍诀 不要光念后半句 万法因缘灭 对的 笔锦空 圣意是有的 我们活在人世间 所以我们的中道论里面 特别重视 笔锦空和圣意有的 同步而观 也就是你每个月 需要五千块 圣意有 你必须要有这五千块 这是圣意的 如果你没有 你输了 你不能胜利 你就是个失败者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不是佛法 这不是佛教 这绝对不是 释迦牟尼教出的学生来 笔锦空 那么普通商人 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普通商人以为 他赚的钱 赚的房地产 赚的所有的 物质的东西 都是永恒的 但是我们这些圣者 我们这些修道者 我们知道 这只是为了利益大众 我们的房地产 不是为了传代 不是为了给儿孙 给我们的后代 我们是需要 这样的一个平台 需要大匹天下 寒室居欢言的 安德广煞千万间 让所有的修行者 都有一个去避寒 避风雪 在那个地方 能够温暖 能够吃喝 能够安心修炼的道场 掌声一下 我们不是跟实俗人一样 这是笔锦空的一个意境 就是我们知道 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的 你成就是不需要 但是在过程中 必须去有 拥有它 然后利益这些大众 利益这些大众 而不是说 我们老租人家的房子 到时说 不租给你了 你搬走吧 所以说我们这次 在香港就是这个情况 人家上我们的网站一看 第一个租 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房子 不租给我们了 它是天主教的 他一看我们搞那么多法会 什么什么 看他不租给他们了 他们认为我们佛教 是邪教族人 那这个后来第二个房主的 我们又看好一个房子 要租的 这个要租 结果它是个佛教的 佛教它这个OOSS 又搜到我们的网站 上去一看 你怎么又教基督教的 也是邪教 又不做给我 怕我气死了 明明我都跟说 我们是一个包容 什么宗教我们不讲 我天天讲课给你们 但是他们就给我们贴上符号 所以是你要租人家的房子 多辛苦啊 香港地产太贵了 我们暂时不买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所以是我的一个徒弟 这次看我回来 他跟我说 说师父 我之前看你 就是一个上师 然后这个 讲经说法滔滔不解 引经据典 不用拿经 不用有讲稿 这是始祖的一个上师 我说 你现在看我是不是个奸商 到处买房地产的 他说不是师父 我现在看你 纯是智慧 你怎么一说 事情就成了呢 给个掌声好不好 你一说事情就成 那么真言宗了 真言宗 除非老师不说 一说事就成了 那么就真言宗了 这不就心想是吧 事成啊 这就是局势的表率 我是个局势生 这一生我不实现 出家众的身份 就是为了引领你们 因为现在的局势多 出家众有师父引领 有很多上师 有很多活佛在引领他们 那么在家众 需要局势生出来引领你们 世间法的圆满 具足诸大善缘 成就诸大善的事业 利乐人天 利乐友情 这就是什么 未来 弥勒菩萨 要在人间降净土 我们阴地里要做示范 我们净土就是这样整平的 不要高高低低的 坑坑洼洼的 你们去过尼泊尔 对吧 灰尘满天的 然后到处肮脏的 那不是人间净土 人心虽然净了 但是国土不净 医报不庄严 因为他们懒惰 他们学错了 以为学佛我就不要进行物质文明的建设 不要建设国家 不要建设博友马路 不要那个 不是 我们要见人间净土 要让人间干干净净 平平整整 平平坦坦 富丽堂皇 你看诸佛菩萨的净土 哪一个不是 一报庄严 哪一个不是 金笔辉煌 哪一个不是 什么 黄金 借道 然后 宝树成行 你们家里 保险箱 放那么点珠宝 你就了不得 人家整个是一棵大树 都是珠宝 宝树成行 对吧 亭台楼阁 都是黄金 白银 名贵的玛瑙装饰的 你看 哪有什么说 那个世界一平入西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去了 要挨饿 受冻 没有地方给你住 挡风遮雨都没有 哪有一个这样的净土啊 你视线给我看一下 没有 一报庄严 所以我们是 弥勒菩萨将来要来人间 来苏波世界建净土的 第一批时政者 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美丽 要把我们的家装潢的更美丽 这个叫什么 大德必得其味 大德必得其鲁 大德必得其名 大德必得其受 俘虏受洗 五福离门 五福俱全 这才有点像人间净土 人才会在这个净土中 不肯舍离住众生 而普渡众生 所以我们这些大菩萨们 局势们 你们要从这建设 先建设自己身边的净土 自己家里的卫生 要干干净净 不是到处都是蜘蛛网 不是到处都是灰尘满天 自己的楼道 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美化清洁正洁 自己生活的小区 有机会去帮着 捡捡卫生 整得清洁一点 自己生活的国家 要为国家交税 这个要高收入 高交所得税 然后为国家的建设 贡献出一份心力 和经济能力 所以我们整个的人间净土的示范 是新加坡是最好的示范 新加坡呢 这个国家漂亮 城市漂亮 人心不怎么坏 不能说不坏 是不怎么坏 相比一些地方 它们太复杂了 勾心斗角 怀疑满天 耳鱼恶诈 这个我们新加坡的 这个国民好多了 心地善良的很多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再努力一下 让大家知道 我是谁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知道自己是谁以后 用自己的肉身 做了一个宝器 为建设这个国家 建设这个净土 奉献一份力量 而不浪费自己 这一个宝贵的人生 做人的事情 做人的事业 圆满自己的人生 圆满自己的家庭 国家 社会 那这是佛法的精髓者所在 叫佛法不坏 世间法 没有让你们把这个世界毁坏掉 没有让你们把这个世界污染掉 所以说佛法不坏 世间法 那么我们和普通商人 和普通的追求高楼大厦 这个富力堂皇的人们 有什么不同 大不同 不是一点不同 是大不同 这个大不同 在什么地方 在于你要知道 你是谁 你是谁 我一问你是谁 张普生 我是张普生 No 这是个符号 这个名字是个符号 不是你 你是谁 老师你看看 这就是我 不是 这是你的身体 My body 对吧 我的身体 我说出的话 是我的话 我奉献的想法 是我的想法 都是My My就是我得 这在语法上叫我得 那你要找那个I I是谁 Mi是谁 那个主角 那个你 到底它是谁 所以是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 导师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说是活泼泼 圆陀陀 光卓卓 光而不要 这一点灵 就是你 这个肉体 是属于这个灵的 它是所属 它是属于灵的身体 灵的躯壳 这一点灵 进去人的躯壳 它拥有的是一个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 只是这一点灵的 所属 这个身体是属于灵的 有的生命体的这一点灵 进了动物的身体 但一点灵 是它自己 它的躯壳 外线 事项 是猪的身体 牛的身体 马的身体 在灵 这一点灵上 猪的那一点灵 和人的那一点灵 是同一个灵 蚂蚁身上的一点灵 和我们人身上的一点灵 是同一个灵 我之前是 我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我们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无神论就是天地 没有鬼神 没有诸佛菩萨 人死以后灰飞颜灭 什么都没有 这就叫无神论 不相信有生死轮回 六道轮回 认为这是说教 我们一致都是受这种教育的 说我那个时候跟人辩论 有些人来传佛话 说你要有六道轮回 我说你听听吧 什么骗谁呢 我说你看那个地上 那个蚂蚁那么小 我人身体这么大 你说我死了 我可以去变成蚂蚁 我怎么变呢 它那么小 我这么大 是不是 这有道理吧 一听这很有道理 人身体这么大 然后死了 死了你怎么可以 蚂蚁那么小 怎么可以变成一个蚂蚁 那不把蚂蚁仗死了 是不懂 后来师父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 教我的时候比较辛苦 因为他要给我讲 这个神界的事 鬼界的事 六道的事 四圣法界的事情 他没讲到这些 眼睛看不到世界的 阴阳界的时候 我就跟他反报 我说师父我不学 你这是迷信的 这是牛鬼蛇神的 你有鬼 你抓一个给我看看 有神仙 你请一个下来 我看看 我看到我就信了 师父教我是很难教 所以我现在报应 报在你们这些人 整老师身上了 老师教你们也很辛苦 这也是属于因果报应 我跟师父学调皮导弹 你们跟我学 也现在调皮导弹 不争气 不好好学 这是师徒之间的因果报应 但是师父很有耐心 还是教我 还算了 我不跟你讲这些 我教你方法吧 练 练着练着 自己发现 不对劲 怎么 师父说 今晚上去墓地练 我说去就去 连个鬼没有 我才不怕了 师父 去坟地就有鬼了 就练 好我去练 一打坐 静下来了 什么都不想了 一看一个人在我眼前 一睁眼又没了 一闭眼他又出来了 等会儿他把头朝下 这个脚朝上 一会儿他只剩个头了 那身子也没了 这到底是真是假 那个汗毛 就起来了 这个 不会啊 无神论啊 没有这个东西啊 等会儿有人 摘着你的衣服 等会儿又拉拉裤卷 这不好 赶紧跑 师父说 你跑啥呢 我说 师父 这个 有人车我一卷 他说 哪有人 就咱俩 我说 那还看见一个什么 那个头上 这种东西 师父说 不存在 那是假的 你的幻觉 还整个 整个啊 这个完了以后 这个 后来才说 那基本上 他带徒弟到墓地 最后跑的 就剩师父了 这个很容易 他阴阳波济 很容易刺激 你的这个天幕 不信你们去 那个摘托岗墓地 住几晚上 很容易就出来了 你就看到那些 好兄弟 看到那个 那完了以后 你不要精神病就对了 那是真的 所以他后来 是这么折腾我 就教我方法 天幕 亮了 看到了 自己 你说还说 没鬼 所以是 大家要知道 这个人的这个 我执 所执张很重 在我们修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 要去重视 那个实用技术方法 那么实用技术方法 都应用在这个壳 这个肉身上面 没有这个肉身 你没有办法 所以说那么 到底那一点灵 是什么灵呢 我们今天借助 现代科学来解剖 那么禅宗里面 他讲到 父母未生 我前知 本来灭目 就让你参 你原来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原来是个什么东西 笑我 你不是东西 对吧 那中国有个话 有句话骂人的时候 你真不是个东西 你看你们自己说的 不是老师说的 你又不是东西 那这个 你是什么东西 要掺出来 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父亲母亲 在生我们的时候 我们最初的时候 只是一个受精卵细胞 也就是我们到底是多大 你是一个细胞那么小 真的哦 你借助现代科学 你可以这样深深地反思 你是不是这么大的身体 不是啊 那你是一个细胞 细胞到底多小呢 你根本肉眼看不到呢 要用显肥镜 才能看到那个 那么点儿的一个细胞 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细胞里面有什么 它有腹的筋 母的血 然后这就是一个阴和一个阳 这是我们最开始的 道生枝的结构体 就是里面有阴阳 有中空 有阴阳有中空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电 我们就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 放在一块 会产生什么 电火花 就来电 来电 所以是那么正是因为 附近母学 有阴有阳 中间有空 所以产生了电 产生了电以后 那么就产生了中间的一点灵光 这一点灵光 这一点灵光在哪里呢 原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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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动脑了 老师问 这被这个附近母卵 它阴阳电放电 激活的这一点灵光 它原本在哪里 不在内 不在外 静虚光 变法界 你看你们说都是一套一套的 怎么就不会用用这个东西 所以是在 父跟母的阴阳电 未碰撞的时候 这里都是纯净的 法界里都是 一点一点的光子组成的 法界海 什么意思 我们整个大海 海洋 海洋很大 你看这很大的 潮汐什么东西 那你知道海洋很小吗 整个海洋 实际上只是一个水分子 是不是 水分子跟水分子 连接成的水分子链条 结成的方阵 结成的大海 然后连接了整个大海洋 那么你把整个大海洋 浓缩成一个点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水分子 那么我们的虚空法界 到底都是什么呢 如果你把整个虚空法界 展开来看的时候 它是透明体 这个透明体 是由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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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合起来的金刚链条 金刚链城 链城是方的 那么说是 它是由金刚点 明点 组合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 一个整体的 金刚链城 金刚链城 透明明亮 永远不坏 不生不灭 从来没有变换它的位置 在这样的法界中间 突然父亲的羊 和母亲的阴 横创在中间 这一个点的灵光的时候 产生了电 激活了这个明点 它还是明点 但是这个时候 由父和母的全息基因链 附着在这一个 明晃晃的点外层 这就变成了你的什么 父系DNA和母系DNA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一个明点的 整个的外面就蒙了什么 沉了 蒙了沉了 不透明了 不透明的明点 里面的 金刚不坏的那个明点 依然是金刚不坏的 不死明点 只不过这个明点的外层 包了你的父的因果链条 母的因果链条 这样一包以后 你自己的在天上的那一点 这个金生死了以后的 上去的一点圆灵 天灵 我们的胎光 他发现他跟这个父亲和这个母亲 有缘 然后 然后相吸的作用力 或者叫 有这个DNA连接 以前做过量子纠缠的 纠缠力 又把你返回在天的 这个空间里的 那个 太光的那一个点怎么样 吸进来了 吸引力发色 你特别 男的恋母而生 女的恋父而生 这是这个特点 叫阴阳和 这个道理 你的一点零 入了这个什么 这个明点 又变成了一层染 这层染不要紧 里面带着什么 带着过去 无始节 生死轮回的 所有的 量子纠缠 缠到你的 这一个点里面的 什么 染污 所以是这个就变成了 你什么 这个 今生的染污 今生父母给你染污 过去七世父母 围绕着你的 这一个明点 外层的 总共是八层的染污 为什么我们中文 中国只讲八卦九宫 也就是你突破了八世的因果 进去中心的中宫九宫的时候 你把这个金刚不死明点 给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见到了自己的本初佛 因为原本是没有被污染的 那个叫不死明点 这个不死明点 就在你的皇庭 就在你的心间 它要离开你的肉体 你的命就没了 所以是 不死明点 一旦成就了肉身 你的肉身里面的 所有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合 从哪开始诞生的 从这一个点开始诞生的 这个点生了你的手 这个点生了你的腿 这个点生了你的五脏六腑 这个点生成了你的骨骼 这就是道生一 一分裂成两个细胞 二生四产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产生了你内在的天 内在的地 内在的金木水火土 内在的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成就了你一个形体 我们原本是从那个点生的 原本 你从那个点生的 你是一点灵光开始的 一点灵光开始以后 负的东西 你产生了形体之后 负的东西回归天 母的东西回归地 所以负的明点 变成白菩提 进入你的松果体 来成就你的智慧 母的一点鸿鸣点 到了你的下腹腔 成就了你的命火 你的身体开始产生沃沫 产生温暖 然后你才能够有生命 因为你沃沫 你温暖 所以你的血液会循环 血液循环 导致了你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 开始成长 然后成就了你的肉身 腹呢给了你智慧 所以你会思考 你会明辨 你会学习 你会长智慧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生命的实相 原本从一个点分成了三 虽然分成了三 这三个是什么 是一个整体 当你死的时候 父母的明点 会回到你的不死明点里面 三个明点 融合成一个点 再次出体 又变成了你的灵魂 是魂 灵带着魂 带着天魂 带着地魂 带着人魂 人魂在尸体上叫守诗鬼 天魂归于天 地魂归于地府的 炎黄殿 接受审判 安排你下一世的转世轮回 生命的实相 原来如此 也就是我们的 最开始的一点园灵 是一个量子点 量子光 这是母体光 所有的宇宙间的万物 猪 牛 羊 是这样诞生的 人是这样诞生 一棵树是这样诞生的 海里的所有的生物 天上的天众 天上的星体 都是从一点开始这样分裂 然后形成的 这就是 释迦牟尼发现的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 零点的秘密 所以是 当你是这一个零点的时候 你有多大 当你是这个零点的时候 今天的科学家 拿头发丝来给我们做比喻 是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也就是今天的量子光点 这个在颗粒里面最小的那个点 它就是个量子点 量子光点的大小是你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什么概念 那你放到蚂蚁的身体里面 你这个零点 蚂蚁针对你来讲就好像一个大象一样那么大了 那你会不会投胎在蚂蚁里面 你会不会投胎到细菌里面 变成细菌的生命体 所以说我们就不可以 我慢的人 说我这么大的身体 我怎么可能去溜到里 变成了一个蚂蚁 变成一点细菌 我不会的 你是我慢 你以为人死一定再会投胎为人 牛死一定会投胎成牛 所以说我们知道 我们不大 我们是小不点 我们新加坡人更容易理解这个小不点 为什么 我们新加坡在地球上就是一个小红点 是不是 在地图上找新加坡就是一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点现在是六百万平方公里 所以说我们的灵是一个小不点 展现出来是你这么大的一个肉身 这就是你原本的你 所以说以前讲到明心见性 很难 因为科学没有发达到今天 今天不用你再去什么 残话头 非得摔几跤才能明心见性 非得看到花开了才能明心 借助科学可以告诉大家的 你就是这个点 这就是你自己的真灵 你的真佛 你的原本的本出佛 我在师父熊老师 带我受天仙大戒的时候 玄中受戒的时候 我关到 金碧辉煌 两排的那个律法式 然后排列整齐 上座金碧辉煌 那么有各界的师父坐在上面 最后最高的一个坐在上面 那我在下面这个受戒 眼睛看不到的玄戒 受天仙大戒 然后这个 然后受戒 受戒我就看到上面那尊佛 我不认识 然后我这个 受完戒以后 我这个出了公态 然后因为我们的玄门的这个 受天仙大戒 就是菩萨大戒的话 它是闭着眼睛 让你在境界里守 就是在法界里面守 不是在人间这么气得 狂浪弄得热闹的 人间以前是借着这个 把诸佛菩萨感召下来 然后隐显同步 庄严 现在是都变成演戏的比较多 就是上面的师父 并没有降临 那你的神 你的这个性命的性 这个层次并没有受到戒 因为我们受戒 不是受在人体上 这只是一个壳 只是这么个东西而已 你把这个拿去受戒 有什么用 是受在你的心灵上面 受在你的原本的本出 你那个本体上面 这才叫戒体经验 不是受在这个躯壳上面 所以当年要重视 这样的一个比喻 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佛 我就问他 我说师父 你这个怎么称呼你 因为我不认识你 他说我叫原始古佛 所以说我下来 我就跟师父说 翻遍佛经 没有原始古佛这个说法 师父说他叫本出佛 我们今天知道 藏密里的本出佛叫 普贤王如来 那么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密宗 唐密里面叫大日如来 就是最开始的那一尊佛 也就是我们的发生如来 是我们的发生如来 报生如来叫金刚萨多 化身释迦牟尼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 谁 你就是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可以进入你的心中 进入你的那个名点里面去 所以你的名点 从开始有一个点 现在变成了多少个点 变成了说不清的点 为什么 你的细胞里面的细胞核里的 那个 DNA的双螺旋里面都是点 所以一个点可以影响到这么多点 然后所以是 你是由很多点组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修炼 要把很多点外层的这些染污的东西怎么样 给它放光 度化这个我们的父母的九族的业力 然后度化我过去七世父母携带来的业力 度八世 为什么叫九九归真 到第九就进去九宫 进去中宫了 就练中宫就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带着大家 一定想一切的办法带着你去 让你见到你的本出佛 见到你的原本的发生如来 原本的发生如来真见了 这个叫明心 见性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点明点里面 这一点明点 要把它放大了 这是个明点的话 这一个明点里面 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长得特别像你 为什么 是你身体的所有的东西光化了以后 融在这个明点里面了 然后这个时候是见性成佛 什么意思 前面你明了自己这一点是心 心里面要心造万法 心陷不行 要心把它造出来 怎么造 以谁来造 你今生的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心好 要浓缩成一个模具 进去这个明点里面 然后再用自己的功德海 功德海就是跟黄金一样的 金黄色的一个亮点 一个亮点的颗粒 也可以叫亮子 黄金亮子 然后冲天你的这个佛身 这就好像有一个佛像 那么大家看我们面前的一些 器具也好 佛像也好 它原本是有个模具的 模具里面灌了黄铜 灌了黄金 然后聚成的一个什么 佛身 所以你要见自己 坐在自己的明点里面 坐在心脸里面 然后见到自己 才叫见性 性是什么 性体 性有性光 有性光团 而有性光体 这才叫见性 说真正明星见性了 你的肉身已经开始旺 金刚身开始练了 也就是你从见本初 自己的本初佛 发身如来开始 利用这个自己的肉身 在以发身如来 入我身 这在密法里面叫我 前面是我入 后面是入我 张伯生的肉身 浓缩成一个小点了 然后变成个模具了 然后发身如来 入我身 什么意思 我做了一个模具 那个发身如来 化成无量光 进去我的身体了 然后我这个佛身 不就放出无量光了吗 这个时候你的发身 你的肉身 放出无量光 你就是 报身成就 前面是报身成就 后面是报身圆满 所以这个时候 你开始有一个金刚身 有了金刚身 你才是法王 你在世间 因为你金刚不坏了 你所说 皆是佛法 然后你所做 皆是功德 功德变成黄金海 变成黄金颗粒 黄金量子 填充你的发身 最后 使你的这个 报身圆满 变成了 坚固金刚身 也就是整个肉身的 光化和红光身 这次我们在 宾城又拍到了 大红光 七彩红光 可能云林都给大家放了 为什么 有的人不信的 老师走了 他特意再去拍的 结果怎么拍都没有 为什么会 老师在 那个场中 他就有七彩红光的一个 就是 这就是要把 这个内在的身体里面 和法界相连通 的一个效果 叫红光身的修炼 你们将来都可以 练到这个层子 并不复杂 但是前期 你要走次第修炼 就是跟着老师 这个大局势 我们在密法里 叫瑜伽士 当你能够成师父的时候 叫瑜伽士 前面是瑜伽士 后面是瑜伽士 那么最后是 这个我们叫 大瑜伽士 大瑜伽士就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 大士 观音大士 白衣大士 那么大士这个称号 就是在十地以上的 菩萨的名号 所以我们知道 在加木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成就的阿罗汉 特别多 但是大部分的阿罗汉 大家看到的都是什么 踢了光头的僧下 现僧下 那么那些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他们是不是 现出家相 不是 全是零锣绸缎的 明衣 沙衣 雨衣 雨是羽毛的雨 用透亮洁白 雨衣 然后头都是宝 宝那个宝吉 这个你看 观音菩萨是宝吉 那么所有的这个 诸佛的佛像 有没有光头的佛 你们看到有光头的佛了吗 是不是 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家修行的局势 是四众弟子里的 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是你要视线成菩萨 修菩萨道 今生成菩萨 这个层面 现在的僧众 我们十分佩服 他们僧众 很多的僧相庄严 这个表法没有毁坏 但是在我们在家局势身的 幽破裔 幽破色 就是男局势 女局势 这个层面 我们没有顶期 这片天 所谓的释迦牟尼在世时期的僧众 是四众弟子 共同组成的 合合僧众 就是出家的男众 出家的女众 在家的男众 在家的女众 但是我们现在以为 我们在家局势 不能成菩萨 不能成佛 大家丧失了这个目标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成为人 因为你原本就是人 老师说了一句废话 但是你不认知 你原本就是佛 你现在要认知他 佛若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佛 最本出的佛是什么 就是一个量子光 就是一个量子光 这就是本出佛 所以这个时候 有没有相 没有相 要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使见如来 这是如来 当后面加一个 如来佛的时候 你显现一个佛相的时候 有没有相 无相 无不相 当众生 应以什么身 而得度之 我既现什么身 而妄度之 你看他现不现相 不现相 这些佛相摆在这干嘛 你跟哪一尊佛 有相应 他就视线你相应的那个佛 我在年轻的时候 师父 那个时候中国不让拜佛的 不能说不让 就不提倡拜佛 无声论嘛 但是我认识熊老师以后 熊老师说 你要拜一个观音 你跟观音有缘 你要拜观音 好 我们去这个工艺品店 因为没有佛剧店 那个八几年 哪有什么佛剧店 九几年也没佛剧店 那后来现在 这佛剧店到这都是了 那个时候没有 所以就去工艺品店 请了一个观音 所以很多次我在求世心的时候 我见到的观音 就是我那个时候二十多岁 自己在家里拜的那个观音 那个是净凭观音 就是视线的那张相 所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实践如来 但是因为你经常的礼尽 经常的礼尽 说是在法界中 观音要知道 我来了 视线给你看 它一定是视线在你家里 拜的那个观音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在唐朝的时候 家下观音菩萨 户户土地公 下面我们现在的神龛 是唐朝设计的 就下面供土地公公 上面是什么 供观音菩萨 在唐朝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全世界都到 中国的大唐去朝圣 那个时候是因为 家家都供了观世音菩萨 后后都供了土地神 土地是福德正神 他不是道教神 为什么 我们在《地藏菩萨本宴经》里 不是都看到了吗 地神 土地神 家宅土地 所以不是什么 拜土地就是道家的 道教的 拜观音才是佛教的 这是现在的二分法 分得不得了了 我们佛法是不二 不二是什么 就是我是众生 我是每一个人 我是宇宙 我是万物 这就是不二法 那么现在我们不单是 不敢说我是宇宙 不敢说我是万物 我们开始说 我们是什么教 他们是什么教 我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什么人 你看 你都人 跟在人里面 已经乱七八糟了 这哪里是不二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真修行的人 我们在家局势 你们听了老师今天讲 有没有信心成佛了 不像 没底气 像没睡醒的样子 有没有信心成佛了 这还差不多 还是底气缺了点 你们新加坡人 这个底气不左 就念一个字的时候 就那个底气很左 什么字啊 那发了就哗一下了 好啦 来一起 好啦 你看有人 发都不敢出声 你怕谁啊 老婆又不在这 你怕老婆怕惯了 跟大家开玩笑 多话不想跟大家讲 那么就是坚定大家的一个信心 你是谁 你是谁 小不点 记住 给自己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小不点 当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小不点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谦虚 因为我不大 我就是那么一个小点 我从这个小点看世界 就是六根互用 因为当我从这个小点 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舌 身 都是六根互用的 为什么 它是三百六十度的一个明点 没有方向的 所以说我同时叫六根互用 怎么样才做到六根互用 所以说我们如果不能回到自己的那个小点的时候 你一定有上有下 有前有后 有左有右 我在头上的时候 我就有头下 对不对 我在这个身前的时候 我就有身后 我在身左的时候 我就有身右 所以说是那你只有得一 回到那个一点 那个小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没有上下 因为你在那个心间心 心中心 在那个 那个点上 在那个点上 没有上下 上也进来了 下也进来了 前也进来了 后也进来了 左也进来 右也进来了 叫圆满即灭 叫涅槃 所有的众生 我另入 我已以涅槃 而灭度之 没有向外的 没有向内的 然后 就是那么一个 迟漏漏的一个小点 当你看到自己是那个小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实际上你不是一个点 原来 你的身前 身后 身左 身右 这从一个点开始 整个的世界 都是 这一个点 一个点 一个点 连接的 金刚 弹成 金刚 链条 不断 什么叫金刚链 没有断 断了就不叫链了 所以是一个点 前面一个点 后面一点 左面一点 上面一点 左前 右前 围着你这个点 它就形成了一个 金刚弹成 这个金刚弹成有多大呢 开始 从身内 到身外 从身外 到房子外 从房子外 到金虚空 到变法界 再从金虚空 变法界 再回里面看 里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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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看到中心那一点的时候 原来 整个世界 都是光明的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见 原来我根本就没有增见过 原来我根本就没有生灭过 这就是金坚 你到这个时候 就是正得 自己的本出 本来面目了 在这个技术上 再开始修炼 如果你不明心见性 所修皆是 主煞成凡 你以为念佛 你能成佛 你以为 你自己使劲地拜颤 扣大头 能够成佛 你以为诵经 能够成佛 错了 观心可得到 你要把自己的眼耳鼻舌 身意 都到这一个心点上来 都到生理这个身体的 母体上来 这个时候 你 近虚空 变法界 是一个大母亲 你这一个小明点 是一个子 以知其子 父守其母 万其身而生存 不在乎自己这个点 而在乎 近虚空 变法界的回归 以整个的母体 来再造自己的子体 母体 近虚空 变法界 子体 只是一个小明点 那么母体 这么大的光 你子体 外面的 多少重业力 放到整个虚空里 业力又何在 何况最后 你连这个点 都要空掉 本来无一物 何处 热尘埃 从一 破灵 还虚空 近虚空 变法界 都是一个我 在这个里面 再修心咒 你送出的咒 是从明点 送出去的 是从心间 那个明点 送出去的 才叫心咒 金刚萨头心咒 是从那个心点 送出去的 绿度母心咒 是从那个心点 送出去的 我们明天晚上 传绿度母法 大家因缘成熟 一定要来 要试着 从那个明点 从那个心间 送咒 再来体验 什么是心咒 心咒 只有一个咒 就是从心 而送出的 所有的咒 都是心咒 不是说 金刚萨头的心咒 这样念 观音菩萨的心咒 那样念 阿弥陀佛心咒 那一念 你这个就 二三四五六 我就不得了了 实际 诸佛菩萨同意心咒 是从你的真心 一点 灵 里面去送 这才叫心咒 其他的都不是心咒 都是嘴皮子的念 声音而已 不是心咒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今生是可以成佛的 因为你原本是佛 不要再怀疑 不要再怀疑 就像不要怀疑自己是人一样 你是人 当然能成人 你是佛 当然本身是佛 我为什么不能成佛 不要被邪师所说 迷顿了 我必须怎么样才成佛 实际上你无所得 也无所失 你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回归自己的这一点 真灵里面 见真佛 见自己的本出 从这个本出里面 建立自己的今生的 报身佛 只有报身成就 我们才可以化身无量 那么在法界的光子海里面 从你的一点 心点里面 建立自己的佛身 用自己的肉身 建立一个模型 圆满了自己的这个 报身 这个时候 佛佛道童 什么意思 当一个名点里面 有了你这个佛之后 你身 你这个名点外面 跟它连接的名点里 也有啊 为什么 佛佛道童啊 所以是你这样 你会什么呀 进虚空什么 遍法界 进虚空遍法界 不是你的肉身长多大 进虚空遍法界 不是 是你遍到最小的 那个名点的时候 在名点里面 以你今生的肉身 为胎模 具了圆满自己的功德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 这个要做世界文明 国际巡礼大会 要这个 做大圆满法会 我们六月份 七月份又做这个 观音弹的这个法会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 这么多的机会去 实际就是要圆满你的功德 有的人说 老师 我什么时间 我才不办超度 我什么时间 不再用立红白了 成佛 成佛就不用了 成佛功德就圆满了 否则差了那么一点点功德 你那个佛身 还是有瑕疵的 因为就差了那么一点 就缺了那么一点 这是功德圆满 使成佛是真干 真累积黄金叶 真累积功德海 所做不是做给老师看 所做不是做给你的冤金债主看 乃是你将来要用来 具自己的金佛所用 你用得着这个功德力 用得着这个功德海 不是给任何其他人所用的 不是扬眼好看 你看我从来不献上你们的功德 有的大功德主 一个法会捐一万 捐五千 有的上次捐五万 一个场地费 五万人家一笔拿出来了 新币 我不宣传他们 为什么 给他变成功德海 从来不在我们的师兄弟里面 我们的学院中宣传 谁捐了五万 敲锈锅打鼓的 窗标打鼓的挂红花什么 不宣传 为什么宣传就变成辅报了 大家都说这个人厉害好 就害了他 不宣传都变成黄金叶 变成功德海 为他将来有一天 证悟了 聚造自己的金佛 给他留了那个液体 叫金叶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做给任何人看 凭良心做给自己的需要 那么这就是 我们大家要重视 当然你从成佛的这个 整个的次第来讲 你要好好修学 他有一年级二年级 我们叫小学 中学 大学 小学初中 中学大学 这样次第的修学 很多人感慨 老师你的课太好了 但是伤不起 划不起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的 开了一个口子 就是建了一个VIP的卡 但是很多人还是被卡住了 没钱 没钱 你想办法借钱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过关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不鼓励你们倾家荡产 没日子过 借不到钱就好好的去 所以后面我们要传这个财神法 这次满意上师来 我们这个上师特别慈悲 南洋人的福报很大 但是还不够利 所以这次他在我们这个新加坡 装五性财神宝品 就是五方财神宝品 没有掌声 你们都没有这个 与家常相应 听到激动了 该吼的吼 该鼓掌的鼓掌 为什么 五方财神 黄财神 白财神 绿财神 黑财神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没说 红的 红财神 各有这个作用 那么并且这次师父还特别慈悲 配上地藏宝品 就是这五个宝品 再配地藏宝品 因为地藏才能装嘛 你的财哪里呢 因为有地才装啊 我们刚好在到 在这个我们今年的年初法会 我们刚好拜了地母 所以是地藏 土地 都是我们要重视的 地藏它除了是慈悲度母 这些故事 我们要效法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大地宝藏 我们世间所有的高楼大厦 金银珠宝 都是从大地所出 这就是地藏 叫地藏 地大地所藏 所以是大地所藏 通过五方财神 再把它显露出来 那这个从密法里叫什么 心地法门 刚才说你的地在哪 你的地就在那一个点 那个黄庭 黄庭刚好是真土 这土就是你的地 从这上面再献出五方财神 那你所求 所愿 都得到满足 所以是这个力量 是十分巨大的 当然也考虑大家 在这个兜里钱不多 怎么办 因为加一个地藏宝瓶 再加一个五方财神 这个宝瓶就是六个宝瓶 一般人还真买不起 很贵 所以大家可以结群 就是六个人买六个宝瓶 然后在各自每个家里赚 懂不懂 今天我供黄庭神 你供红庭神 然后这个六个人一组供 供完了以后怎么样 我供比方说供一个月 下次红庭神到我家 然后这个黄庭神给别人供 你们这一组六个人轮着供 没掌声就算了 没掌声不批准 这样你一个人买一个宝瓶 就都供了 再一个方法 你们六个人 家里又没有坛成 又没有方法供 我们这次的楼上的佛堂 专门给设一个宝瓶店 就是你可以在这供 你们来这儿敬香 但是你们六组 六个人分一组 所以说我们都替大家考虑了 钱不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设这个会员卡 有的人在下面嘀嘀咕咕 我也听到了 老师有天耳 不要紧 都是你们的心里话 该说说 老师也不骂你 但是实性化是为什么 就是要学老师的东西很好 那一定要学全套的 你不要学个半套的 学了他一年级二年级你没学全 但是学全套的这个接下来 老师这十年要讲的课程 很多 楞严经 金刚经 心经 并且每一个经里面都有法 不是说你只是听着过瘾了 那么还有呢 这个二十一度母法 那么你们将来本尊 这次满意上师来教你们的是 本尊俏诀给个掌声 本尊俏诀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了这个俏诀 你要成本尊 所以是他配合四笔观音法 那么要教你们本尊俏诀 就是你把这个 就是就成了四笔观音了 你修成了以后就成 我一定辅导你们成 好不好 我是承诺上师传了 我辅导你们 让你们成 成四笔观音有什么好处 那这个成四笔观音 你就有神通力了 你就能你的真正要利益大众的慈悲心 就可以真正变成现实 变成功德力了 就不是说我只是想帮人 我没有本事 所以这个呢就是上师慈悲的地方 那并且这一步法很大 所以他是从基隆坡讲 这个一场 第二场是连续讲 在我们这个新加坡讲 第三场在香港讲 当然你参加课程的人 如果是不能三地都去 你可以请那个课程DVD连续学 比方说你们不能去基隆坡的人 怎么求这个法呢 那如果是新加坡开讲本尊教诀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 我组织大家先把第一堂 老师师傅在基隆坡讲的这堂课 学会再来听新加坡的这场 那你只能去香港呢 你要把这两场的都先学了 在香港就直接听第三场的 那么一上师说 可能三场还讲不完 他可能回去加拿大 再从温哥华直播回来 如果还剩的 他就再直播回来 他很认真 他让人家特别慈悲 就是他会的 他都想告诉你 他不想保留 他在这么 真是像婆婆一样的 那么关心孙子一样的 关心着我们 这是爱心 大家要好好地学 并且这次为了考虑到 你们的身体都不咋地了 他特意把这个托嘎法 彻穴托嘎 彻穴是圆满技致 托嘎是红光 红光身的修法 他把这个托嘎 里面的一个观太阳的一步法 这次也过来传授 也在这次给个掌声 你们都是不相应的 瑜伽常相应 你要真的听了激动要鼓掌 为什么这次中国师兄 一下子吉隆坡报了三百多人 这个来新加坡太贵 人家来不起 报了两百多人 报名已经到名单传过来了 然后这个香港离中国大路近 截至昨天报了四百多人 给他们掌声 太近了 他们不能跑到这边来的穷人 他们到香港都接这三步法 因为我们安排提前他们去 去了给他们前两步法 他们为了都是接这个四笔观音法 这个师父在国内没讲过 在托嘎法 这个观光法 这在中国 这个师父讲二十年法 就没讲过 所以国内师兄特别嫉妒你们 也给你们一个掌声 值得嫉妒 因为你们特别热心 特别虔诚 这个满玉上师 特别喜欢给你们教东西 为什么他上次来说 有中国师兄说 怎么怎么 对南洋的师兄 为什么这么偏心眼 师父说 你们都是笨的一窍不同 怎么教都不会 人家我说一句 马上就会了 我为什么不教 所以你们要学会 师父欢喜 所以是这个国内 他们都出来求法 那么都送到你们家门口了 不来就太可惜了 具体的日期都定了 这个在大会是8月10号 11号 希望你们刚好都是假期 希望去吉隆坡 做拥护者参会 参会 然后呢 去做一个卫道者 做一个 同时跟师父求 这个四壁观音和 拖嘎观光法 然后呢 这个新加坡 当然你们回来 就肯定要参加了 也是礼拜六礼拜天 特意给你们安排 这样的时间段 那么香港去不了不要紧 将来我们再把这个 课程请回来 延续给你们 因为香港也不鼓励们去 为什么 我们那个道场呢 租这个地方 大概是最多 他们法定的人数是八百人 那师父当时说 找个一千五百人的吧 国内很多师兄 邻近的都要来 后来我们一研究 一千五百人的一个 一个会场 一个会厅 我们需要两天 需要两百万港币 我后来说 师父不行啊 一套堆没钱 两百万港币 我们公司就关门了 我说弄不了 最后就是这八百人 八百人 估计到时有一千人 因为到现在 已经一漏风 已经报了四百人了 很多现在还不知道呢 到时都知道 都勇去香港 所以你们就把机会 验给大陆师兄 回头请法给你们 不鼓励你们去 当然 你们要去做义工 要真正有时间 一定要去的 我们还是接纳 接纳到提前报名吧 但是修法的机会呢 都让给国内师兄 他们可能会去到 一千多人 这样的 终极的 我关是 内外都塞得满满的 然后我们在三地 都会有 五方佛的火工 那么这个是一个套路 所以说我们十号 十一号是世界文明巡礼 大会 那里面都有细节 我不跟你们讲了 然后 十号 就是十号 十一号两天大会 十二号 上师 开始传法 十三号 就开始讲 托嘎 讲 四笔观音 这两部 秘法 另外 你们要上课的 才传授 在大众环境 是不传授 大众 就是给大众 传什么 就是结缘观音 像是这次的结缘观音 跟上次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他这次做四观 平观 智慧观 那么还有秘密观 还有圣意观 就是一般的秘法的 关于内七脉 这个三脉七轮的 秘密观音 都给你们了 掌声一下 是不是 大家亲朋好友来 这个是公开的 再公开传一个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亲人 年纪都大了 所以是 一个个都开始 逐渐的往生去了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很难去 虽然说我们有祝念团 或者自己平常 也偶尔念几句佛 真的很难去 但是有一个净土 叫迷的净土 迷的净土呢 它是这个什么 它是愿往生 就是你的愿去 你愿去不去 你们愿不愿去 你看一听愿去 拿到睡着的事 愿不愿去 要真正愿往生 就可以了 到此的时候 你不要销毁和约 说我不愿去了 你不要有这个就行了 你只要愿往生 注定往生 因为它在我们的四重天 就是欲界四重天 离地球很近 这是个实相 这个天跟地球 是对应着的 它是近跟远的 西方极乐世界太远了 离此十万亿佛土 有一十界明极乐 你看十万亿 这个佛土 这多少个 那这个我们没有 我们在一个佛土里面 就是在一个天里面 就是我们的六亿天 色界天 五色界天 我们同一个时空 在这个时空中 愿往生 有人说老师不行 我跟阿弥陀佛有感情 我再告诉那个秘密 八大捷饮菩萨 其中很重要的捷饮菩萨 是弥勒菩萨 所以你到他的净土里去喝杯茶 然后跟弥勒菩萨说 弥勒菩萨我还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他用他的飞船送你去 他那个速度快 梁花就把你送去了 他是八大菩萨之意 接引八大菩萨之意 他一定给你送去了 因为到那儿你们可以面对面沟通了 你只不过是走了个终极站 那这也能保证你能够去西方极乐 掌声一下好不好 你们很多是念佛念了多少年 没把握的 这个是决定把握的 好 所以这次 这是我跟上师齐心的法 他说这次我去南洋传什么 我说师父一定传 迷了净土往生法 我们那很多老菩萨都要往生了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学员的父母往生 他们都很痛苦 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法 又没接这个圆 所以今年尽早把这个圆接了 你们带父母 带父母这一代的兄弟姐妹都来接这个法 然后这个把他们这个圆接上了 那么走的时候就方便去接引他们 所以是这个都是殊胜的 殊胜的 那么在下一个星期 17 18是回来新加坡 只有传法没有这个世界文明大会了 我们只是传法法会 然后香港也是只是传法法会 那么这个 除了这个观音法 四笔观音是延续讲 其他的法都一样了 但是整个的活动的大主题 就一个主题 什么主题呢 在家局势 怎样一生成佛 掌声一下 这个是没有人敢讲的 那么说是 为什么请上师来围绕着 在家局势怎样一生成佛 他是瑜伽士 他有老婆孩子 他不是一个出家 这个是在大圆满体系中 十分出胜的 其他有一些 你像黄教 他是不可以有瑜伽士的 你要修 你就必须出家修 只有在这个 红教里面 是瑜伽士 瑜伽士可以传法 不单自己可以修 还可以传法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谁呢 这个大家知道的 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 他就是个瑜伽士啊 他有两个老婆啊 所以是他就是个瑜伽士啊 瑜伽士啊 所以是还有我们红教 很多祖师都是有家庭的 不是说所有修法 都是一定要出家 我们这次去尼泊尔 很多的他们修炼的 在护持一些道场的 都是没有出家的 都是瑜伽士在护持的 你像我们去的这个 释迦牟尼的这个金庙 等身金庙 那里面没有出家师父的 都是瑜伽士 瑜伽士 他们在尼泊尔 只是偏远的山区 有一些出家僧众 大部分都是有家庭的 那么有社会工作的 这样瑜伽士 瑜伽士在修炼的 那这跟我们大圆满 连师传承 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大家一改 以前认为自己是局势 不能成佛的这种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知见 一改这个知见 然后建立正知见 我们的目标 没有第二世 好不好 没有第二世 就是这一世 我们都到佛国见 有本事 自己建一个净土 把我们这些人都带去 对不对 那寄身成佛 真成就了 在色究景天 你就有一个秘延净土 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些 跟你有缘的人呢 就都揭去了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 多麻烦麻烦各自 为什么 哪一个成佛了 你跟他有点纠缠 纠缠不清的事 然后他就非得把你缠过去 不然他不能成佛 现在量子纠缠特别有意思 他把这个已经搞清楚了 对彼此之间握个手 你们左右赶紧握手 来来来 有人开始握手 哈喽哈喽 别忘了我 这个纠缠一下 某一个人成佛了 你就有机会去他的净土里去了 彼此修炼的人 不要都铁青这个脸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一定要纠缠纠缠 多纠缠 多麻烦 家里有事 就多找同修 多纠缠一下 那这个有好处 其中哪一个师兄修成了 就有你的份了 你就有机会去他的净土了 然后这就是道场的力量 所以是 刚才讲到这个VIP卡 VIP卡的目的是什么 老师总结了一下 大概到开讲到现在六年 讲的所有的课程 大概原价值是五万多新币 你们是中间进来的 很多这几年讲的 我没有时间 因为随着自己修炼的进境 就是从开始低的层次 到高的层次 你们在成长 老师也在成长 不是说老师不成长 顶了点 不是 那么这个活到老 学到老 活到老 练到老 成到老 所以是没有 你还在人间 就不要去吹牛 自己到什么水平了 但是这个教学想长 在和你们教学互动中 自己在进步看到了 很多老学员也看到 老师的这个进步 一年比一年的这个高 这个讲解水平 误彻力等等的 所以但是之前的基础 对你们就特别的重要 就是你们也要从老师开始 那个次第开始慢慢跟进 所以这几年的课怎么办 只有通过DVD学习 现在我们要感谢 现在的这个科技 那么录像不咋地 但是都记录下来了 所以是这个呢 大家要去学 那今后这十年 我们又要讲多少课 大概十年下来的总价值 不会少于十万新币 就是你要一点一点花钱的话 不会少于十万新币 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一个负担 巨大的负担 原本是给大家设定了一个 一辈子你跟老师修学 不用花钱的方法 那就是什么 你想办法借十万块钱新币 投资到我们的平台来 投资了之后呢 你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利率 就是每年发给你的是现金 另外再给你百分之五的分数 什么意思 十万块钱一年的净收入是五千 再加五千的分数 也就是你在我们这儿 有一万块钱可以用 因为一分就等于一块钱 那就是这样就是 就是你有一万块钱 那你在OSS这个平台 一年花一万 够了 那你十年后 你的十万块钱还是你的吧 等于你一分钱没花 你说这五万块钱哪来的 五万分哪来的 到场的同修帮你赚回来的 是他们在努力的经商 努力的去创造价值 然后帮你赚到的钱 不是吗 你十万块钱你放银行 你能拿到多少钱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以后呢 很多人积极的参与 他们也尝到了这个好处 但是呢 这个毕竟有这么多钱的人少 能借到这么多钱的人少 所以今年这个 大家一直提这个事 说怎么利益更大的群众 后来我去接触了 人家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制度 哎呦这个好 这个参加一个会员VIP 那么你可以这个十年免费课程 我过去五年的再打包送给你 那你这十五年才花了一万五 那么后来我们是过了上个月底 我们有一个一万六的一个家 那么所以说那么增加到一万六 后来有的人给我打电话 师父你偏心眼 你身边的人都知道 等我们知道已经变成一万六了 后来我就跟云灵说 哎呀不行不行 这个再延长十五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今天是最后一天一万五 那明天就开始一万六了 我们的原本价值是想定在两万五 所以我们八月份恢复到两万五 老师需要钱干什么 良心化 身边的人都知道 特别你去问问财物 老师每个月多余的钱 全部回流到道场了 家里没有什么存钱 因为这个道场需要资金去扩大 去买房地产去发展 所以你们师母很优秀 家里不存钱 就是多一点钱 剩的都回流到道场 支持道场的发展建设 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回流来 支撑道场的发展 何况你们的钱 我们一分钱不会拿 不是说这个钱给老师了 是全部的就是 你们是支持给道场了 那么这个会员卡的收费 VIP的收费 也是给道场了 不是老师拿走了 先要声明这个 然后那你的钱会用来去度众生 用来支付这些 现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 也就是养道场里的人 你钱捐到寺院里 也是养了出家僧 他们也在为众生的解脱服务 我们OUSS的平台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在为普罗大众服务 是居士林 也是需要发薪水的 他们有家庭 有孩子 有老婆 有父母 所以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但是我们又没让你捐 对吧 那么这次会员卡制度 又是给你十年的免费 所以你整体算账 还是花得来的 当然这个考虑大家的具体情况 这次昨天吉隆坡那边传来一个消息 一个老人家已经多少年不做工了 他这个算了一笔账 最后他一定要坚持买这个会员卡 他去出去借了一万多块钱 剩的钱呢就是真的没有了 他很着急 而师父的这个优惠时间又过了 我说特批 这种情况 他不是有钱舍不得出 我说特批 给他六个月付剩余的 因为我们在吉隆坡是两万七马币 因为他们有一个 我们叫生活的差 那么一万五应该是折乘四万五了 他们有一个物价指数差 他们的薪水在那 我们按键物价指数差 给他定了一个两万七马币 所以他借了一万多块钱 很诚心 这个老先生一辈子求到 那么在我们这儿 利益收获很大 所以他一定要跟老师 继续修学下去 我说特批 准许他六个月 再偿还生育的钱 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也不容易 当然今天也不可能去银行提钱了 也没有时间了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 也是这个样子 你们今天买就算数 今天买就算数 那么如果是有能够一次付款的 你支持一下公司 现在加拿大还差五十万加币呢 我们要买房子的 你何况买了都是给你们使用 又不是老十八战为自己的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可以放在台面上 大家去晒东西的 这个所有的地产都不是我的名字 都是道场的名字 也不是某个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这么累累落落地为众生 因为我看透了 我死 带不走 我的儿女 他们也没付销售 因为都是大众的福德 所以我也不留给他们 我在他们小的时候 我让他们赌最好的书 交给他们最好的机能 将来他们凭本事自己闯天下 我不留财富给他们 否则是害他们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发心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 那么今天要买 最后一天是一万五的优惠 到明天我们就是一万七了 真长不是开玩笑 但是你今天不能付款的 待会儿跟云林报道 谁买真案一万五 你们中间退休人士 收入很低的 你还没学会老师 这个无中生有 大手一挥 钱财万贯的 你们就申请 准许你们在一万五的 基础上 你先付一部分 剩余的 再给你延期几个月 你答应几个月 但不要超过六个月 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你再分十年还我一个会员卡 我就觉得很没意思了 对不对 至少你不要超过六个月 我们变通一下 因为大家今天来捧场也不容易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但是老师的东西 老师自己心中有数 绝对值 你们说是不是 是就掌声一下 OK 时间关系呢 我也不再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 记住 我们是什么 到今天还有人不统一口号 我们是什么 记住 我们真的 那是我 真的那是我 这个只是我的躯壳 这是我的躯壳 它会坏的 我带不走的 我下辈子转世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小不点 带着我所有的业力 会去轮回的 但是我怎么想办法 让这个小不点 在我走的时候 空性光明 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 身今色 向好光明 无等论 就是 它永远的都是光明 并且近虚空 变法界的光明 那么光中就可以化佛 无数亿 化菩萨众 亦无变 我们的化身就可以无量 所以我们的化身 不用修 本来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它是金刚不坏的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 用我们的肉身 做一个胎膜 来修我们的爆身如来 刚才修的方法 老师也告诉你 放在小不点里面去 化成模具 用功德海填满它 功德不圆满 神也不能成佛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住 差了一点 灵光收取圆满使成佛 差了一点灵光 你也不能成佛 然后呢 这个爆身成就了以后 可以化身无量度众生 因为你这个明点 这个小不点变成无量光 你可以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无数亿 以自己的愿力 度尽自己所有有缘的众生 我们就法爆化三身 就圆满了 我们就归于法界 然后在法界中 在化身无量度众生 你不是死亡 是涅槃 是寂灭 是永生 好 今天的讲座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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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